这是我们这个仪器的密码这一面 我们这个仪器有两个密码 一个是201866 201866是有射频的 还有一个是201899 201899是无射频的 我们进入可以点开这显像 在这里看这里没有RF 是无射频的 我们返回主这一面 然后重置密码 201866 这个201866是有射频的 我们进入 然后这选项隐藏点开这里有RF RF能量大小 能量的强度我们在这里调 有三个档 这里是一个红外向 红外向我们也是在这里调 这里是一个负压强度 然后调好这个能量参数以后 我们设置一个温度 这个温度最高设置是56 如果你达到56的话 实际温度不上线可以一直工作上去 但如果你这个实际 设置温度 比如说调到40的时候 我们这个实际温度超过40的话 它会提示你 实际温度超过设置温度 就要返回主这一面 重置这个温度 然后我们这个自由模式的话 调好这些参数以后 我们可以按这个手柄 你这样或者是踩着它就可以直接工作了 然后你工作了以后 这个自由模式 它这里有一个时间累计 这里工作10分钟 这里就会累计一个1 然后如果我们要结束治疗的话 你点这里 这个时间它你点OK 时间清零 如果点取消的话 时间继续累计 我们点OK 它的时间就归零了 然后这个是一个自由模式 我们还有一个引导模式 引导模式 我们点进来以后 这里有一个脂肪团的治疗 脂肪团团的对应的是一个大手柄 25x20的这个手柄 点进去以后 选一个部位 它这里对应的是大手柄 对应大头 这里也想是下一步 然后按下去 这里有6个模式的循环 你点这里模式切换的话 可以它开始去你的循环 点OK 它就会下去 然后你直接按这个手柄 或者踩脚踏 可以直接工作 我们这个手柄 这里也可以 手柄将这里也可以调节 左右这里是调节这个 选项 然后上下的话是调节前度 按过来 上下调节前度 调节好以后 你就按OK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帕是一个犀利的大小 这个提示一个 第一个是一个手柄的内部温度 外面这个是一个实际温度 然后才讲它工作 这里是一个实时的温度 这个治疗一个部位是15分钟 治疗完15分钟以后 我们可以切换手柄 切换手柄直接拔开 然后插到小手柄上面 它卡位卡卡种 这个槽卡种 就插上去就可以了 插好以后 这里会显示大手柄对应的大头 大手柄对应大头的 这个大头对应的是4乘以5的 我们点开4乘以5 选一个部位 然后点下一步 这里有三个模式 切换直接踩脚踏 就可以工作了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小手柄 还有另外两个头 一个是中头 一个是小头 我们放这个中头 直接卡上去 中头对应的是 这里是中头对应M 然后选一个4乘以3的 中头对应的 然后选一个部位 在下一步 它也是一样 有三个模式的循环切换 然后踩脚踏就可以了 这个中头 中头自网 那以后就一个小头 我们插上小头 小头的我们对应的是一个深度治疗 是三乘以三的 选一个部位 再选下一步 这小头有六个循环切换 然后踩脚踏 就直接工作了 工作完这个小头以后 我们要结束治疗的话 就直接换回主界面 就可以了 再点这里 然后换回主界面 就够了 就够了